如果每天练习一个小时 至少要弹15分钟音阶 如果只有10分钟 其他的都别练 只练音阶 从小白到弹唱 正确的学习路径应该是这样子的 有人把前两步不当回事 直接从和弦开始 不行 这样是在走弯路 弹唱 只弹 读咒 说了 他们的基本功体系都一样 必须先学习音阶 它是音乐的基础 是构成旋律和和弦的基本单位 和弦 几个手指同时按 对小白来说难度很大 通过音阶和旋律的练习 对音乐有一定了解了 手指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 再开始练习和弦 才是合理的路径 不练音阶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弊端 那就是没法了解乐理常识 托普弹 配和弦 八代 写歌 这些想都别想了 音阶不是负担 而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练习 音阶 音阶